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她的第一段婚姻并不顺利 2002年与警察间台语歌手林鸿鸣结婚后 生下一女 婚姻仅维持5年 而两人离婚多年 一直没有林鸿鸣的消息 如今她被红荣红邀请参加演唱会 境况曝光了 据三立新闻报导 张秀卿与林鸿鸣在2007年宣告离婚 令大家都错愕不已 外传最主要原因是个性不和 再加上聚少离多所致 虽然缘分已尽 两人也没有恶语相像 当时张秀卿也感性地说 自己虽然少了丈夫 但多了个一辈子的朋友 至今也保持良好关系 有缘当一天的夫妻 就都是缘分 后来张秀卿与小十二岁的老公王国 站在婚八年 婚后生活非常甜蜜 而自从与张秀卿离婚后 就一直没有林鸿鸣的消息 日前却在宋达明主理的教会 一支星五周年活动举行时 赫然看到林鸿鸣的身影 原来许久不见 他已经加入宋达明的基督教会 一支星 还为教会弟兄姐妹的婚礼上台现场 他在台上陶醉开唱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 据悉 活动现场发送五周年蛋糕 林鸿鸣身旁也多了一位熟女 两人同进同出 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 其实林鸿鸣从小就爱唱歌 并一直参加各种比赛 曾经荣获台式五灯奖五度五官得住 所以成为警察后始终没放弃歌唱兴趣 因缘际会之下才加入一支星 等于和红荣红有同样的信仰 日前他还在红荣红演唱会上 受邀急性上台与红荣红合唱 车站 路边的小野花 温暖的山雪 经典歌曲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 近日红荣红推出新专辑时 也在记者会上邀请林鸿鸣出席 对唱 永远的兄弟 难得与男歌手一起飙歌 红荣红笑说他们俩很有缘 不仅拥有共同信仰 红荣红更直言 他是我好朋友的前夫 我好朋友是张秀卿 所以才特别邀请他合唱这首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